紐西蘭的液態乳在二零二五年 將可以零關稅賣到臺灣 可能會衝擊到國內鮮奶 有立委則是認為 國外進口的乳品保存期限 比國內的鮮奶長很多 農業部跟衛福部 應該要明確定義鮮奶的期限 才能夠區分進口 還是國產乳做市場區隔 很多人會認為 只要放在冷藏庫 販售的牛奶就是鮮奶 不過大賣場冷藏庫的美國鮮乳 保存期限八十五天 紐西蘭的鮮奶則可保存九十天 反觀臺灣鮮乳只有十三天 一樣叫鮮奶鮮乳 若農說臺灣的保存期限較短 因為消毒時間沒那麼長 溫度也沒那麼高 所以營養成分較完整 國產鮮奶大概就是十二天到十四天 因為這個時效不一樣 讓消費者常會混淆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 跟國產的部分要做區隔 目前國內對於鮮奶的定義 是指以生乳為原料 經加熱殺菌包裝後冷藏 供飲用的乳汁 對保存日期沒有著墨 上有經濟委員會審查農業部預算 立委希望因應二零二五 紐西蘭液態乳免關稅輸入 臺灣農業部跟衛福部 能夠明確定定義鮮乳的期限保護本土落農 農業部表示會在跟衛福部討論 未來我們臺灣鮮乳就會很明確的規定 只有用國產的那個生乳去製成的這些鮮乳才能夠標臺灣鮮乳 我們現在也有技術去區分國產的國內的乳牛所生產的牛奶 鮮乳跟國外的鮮乳的差異性 市售國產鮮乳會貼上形狀為乳牛的鮮乳標章 上面顯示乳品的出產季節容量等資訊 農業部表示目前在與洛農跟乳品廠討論中 希望推出讓消費者能清楚辨識 臺灣鮮乳的新標章 記者林靜梅 莊志成綜合報導